東方文華總統套房 為開箱 哈囉 我們現在在東方文華酒店的總統套房 那你們稍微有走一下 這裡面真的超大 占地114坪 然後位於東方文華酒店的17樓 頂樓的景觀樓層 其實它裡面算是一個大家庭式的房子 你看這邊有它的獨立的廚房 然後你也可以請底下廚師上來幫你做桌邊料理 這邊是它的餐桌區 設置的非常像那個歐洲那種繪族風格 然後這裡是客廳 那客廳我們裡面現在有其他人嘛 所以我們不方便進去看一下這個冰箱 好大 它本身會附一些飲料、氣泡水什麼的 隨時都可以拿 然後咖啡區 再往下走 這個地方 這是它的玄關啊 竟然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 好像那種大飯店或是大酒店或是高袋所裡面 入口就這個大椅子 雖然我不懂 他們這裡有點像風水嘛 就是有一個狗會像鎮著門口這樣子 先走過來 然後這邊是它的很神奇的廁所 它位置非常特別 不想要特別講一下 這個廁所 它的空間非常寬敞 而且 設計的造型 讓你會對 上廁所會有壓迫感 廁所都能講啊 廁所也要講啊 因為我覺得廁所很香 然後它的這個設備 設備真的很特別啊 這廁所我覺得看起來很舒服耶 我自己覺得看起來很舒服 它很大間 你看我在裡面也可以這樣子走 它有一個拉門可以把它拉起來 任何的房間都可以做隔開 好 這邊往這邊走 然後在這裡是主臥 主臥最特別是它的上面的吊燈 我覺得看起來很舒服 它的光很柔和 所以就是在這邊躺著晚上的時候看那個光會特別的感覺很好睡 然後這個床雖然看起來就是一般的床 可是仔細摸 它的床跟床墊是一個特別的 一般的飯店五星級大概是600到800針汁的布料 它這個好像聽說是1000針 摸起來特別綿密 可是你仔細上你就是一般的如果你不仔細感受的話 你沒摸過一般的600針或800針的 你再摸一般針你會覺得不知道什麼是1000針 好這邊有個隱藏式的電視 就是在床的正前方 我們看一下這裡的衛浴設備也很酷啊 非常的明亮 大浴池 大浴池然後在我這邊看 這邊有健身器材以及它的那個SPA三溫暖房 這個應該就是它的主臥的廁所 這個就是它的SPA三溫暖房 好這邊走 這邊是梳妝間 女生的最愛每個女生都夢寐求的這種梳妝間 梳妝間 梳妝台 然後整個衣櫃調滿滿 然後展示包 戰力品展示 然後這邊可以再放個鞋櫃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今天昨天前兩天直播的地方 哇你真的好用心喔 一個非常迪亞的鞋櫃 然後這邊的椅子都是阿瑪士品牌的 它這邊坐起來就覺得會有書箱氣息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特別的放鬆 它這些藝術品牌都是非常貴的 還要坐著看電視 多舒服 看一下這邊 客廳電池非常大 頂燈就長這樣子 114坪阿 這裡過來 又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餐廳 其實用朋友三五好友 或跟家人在這邊吃飯 感覺特別好 其實你在這種地方吃 一般人很少家裡面會有這種長桌 吃起來的感覺會覺得 把它撐在國外 然後有一種甚至歐洲的氣息 非常的舒適 而且這椅子坐起來也特別的柔軟 好這就是我的 東方文華酒店總統套訪的初體驗 聽說一碗要價60萬起 有機會我們再帶你開箱 各式各樣的飯店 好啦 我是丁丁 大家掰掰